没事没事有空又来吧 我们明年还来找哥哥玩好不好 我们已经记住哥哥住什么地方了 下这么大的雨 这孩子还在这睡觉 别睡了 还有两小时就找地方睡了 妈妈坐下来休息休息吧 我给你个饼干吃 谢谢 好了 东西已经收拾完了 昨天是在这个地方搭的帐篷 还好就是 吃的时候我那个气垫漏气了 割着我割我的腰啊 疼了一晚上 赶紧把东西收拾好 这会儿没有下雨赶紧出饭 这家主人呢 就是叔叔一大早 六七点钟就起床出去干活了 他们家孩子在楼上 等一下给他们家孩子打招 我们赶紧走 今天要赶路 不然再一下雨我们就麻烦大了 上街走了 快点 昨天小孩子吐了 把他的鞋给吐得脏兮兮的 现在没鞋穿了 袜子也没了 穿到我的袜子 穿凉拖鞋吧 现在忍着啊 可能会老我跟你说 但是我们只能到下面那个县城 去给你换买新鞋的 不要老师看手机好不好 能不能不要看手机了 这个电动车昨天晚上冲了一晚上 结果电动没有充满 你看 现在还在冲 本来是桥的十二岸在冲 结果半夜里面我们我没去看 他跳到六岸了早上起来 结果就导致一晚上都没有充满 所以我们要是给电瓶车充电的朋友啊 一定要注意 随时看一下 半夜起来上厕所一定要看一下 跳了他充电就很慢 让他先冲着吧 我先把这个弄出去 这衣服全湿了 没法穿 哎 一下子给丢了 那我昨天穿短袖了 今天穿的是什么 秋衣 长袖的 太冷了 这个温差太大了 冬天的衣服往身上一穿 就瞬间心里少了很多 希望今天不要下雨 让我一口气轮到弥勒 到弥勒事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现在到弥勒有285公里 到秋北的话 秋北线还有130多公里 早点跑吧 我就想问一下兄弟们啊 秋北线到弥勒市之间 他到底有没有县城可以住宿 我现在很尴尬 我到秋北线吧 太近了去的 到弥勒吧 太远了去的 这还不能绑太高了 绑太高了挡住了看后视镜 正好现在还早 可以下到三脚虾的镇上吃个早饭 我们现在离镇上就只有10公里这样子 又开始飘鱼了 凉快不凉快 我不是说见到云南为什么还这么热 今天就凉快了对吗 嗯 我开始穿秋衣了 明天说不定就下雪了 过冬天了 我要玩雪我要玩雪 我要玩雪 我要收拾一碗赶紧走我要雪 好 自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去吧 小朋友玩了都舍不得走了 那我们就走了小帅哥 真的谢谢你们的收留 不过你爸妈妈妈早上走的好早 那马上就回来 马上也回来是吧 马上就回来 啊 去买菜 我去买菜去了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回来帮我给你们妈妈说一声 以后比如说你想有啥 有啥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们 可以啊 都是都是缘分啊 真的是缘分 我们这就没走的 叔叔跟阿姨他们回来了 叔叔特别有伤心 他还想着要做那个自媒体 然后在网上卖货 卖他们当地的货 给叔叔点赞 还有创业的激情是吧 叔叔 不吃了我们去下面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队友在下面那个 在广南县呢 然后我们要去找他 我们直接去下面撒山 再增长随便吃一点就好了 小孩子已经吃过了 我们中饭跟早饭都是一起吃的 我们走了叔叔阿姨 谢谢啊谢谢啊 非常感谢 哈哈好拜拜啊 我们走了给哥哥拜拜 他舍不得走了 他说给哥哥玩 他在这里玩了 有空又来嘛 是的 小朋友流眼泪了 不好意思了 他舍不得哥哥了 哎呀我们到这还可以找哥哥玩 别哭啊 你哥哥哥对你好对不对 哎呦喂 没事没事有空又来吧 我们我们明年还来找哥哥玩好不好 我们已经记住哥哥住什么地方了 好不好 我们还有我们还有叔叔的 还有叔叔的那个微信啊 还有他的电话 我们明年还找哥哥玩好不好 说明年哥哥上大学 就去我们那上大学了好不好 哎 他有点小太感性了 好了我们走了 别哭了啊 走了 没事啊 好了别哭了哈 好好别哭了 上车 先上去了 走了我叔叔 好 拜拜啊 嗯 慢一点啊 好 到时候以后有机会已经在了 好好拜拜 嗯 嗯 �나 好 老公 好 老公 老公 別哭了,別哭了 哎呀,咱們來著去 出门摩旅五六天了 很多人都问下雨怎么办 今天下雨了 下雨了怎么办 下雨了 把它套上我的雨衣雨裤 前面就是高速旧末乡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不大寒上高速 妈妈走吧热不热 叉雨衣热不热 我有点用心把它给脱掉 脱掉好给你脱掉 妈妈坐下来休息休息吧 我给你个饼干吃 谢谢 真香 我帮你把衣服剁了 那雨又上大了 怕我怕淋雨 啊 就好像是个 骑人 出了吧皮卡丘 我们现在还有99公里到 秋北县 秋北县过去全是三路 再这样下雨 估计得两个都要是 今天就在秋北县做蒜了 你看 都挡不住我的气色 谁也挡不住你吃喝 嗯 下这么大的雨 这孩子还在这睡觉 我说服了 不打枕啊 别睡了 还有两小时就找地方睡了 我们还有两个小时跟花姐会合 然后我们就可以睡觉了好不好 好不好 你看这会下雨了 你睡着觉的话 带着你没法骑 等下三路弯弯把你摔倒了怎么办 好不好 坚持一会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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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着它又难受对不对 妈妈你看水变成冰花了 这是哪里的牛 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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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小牛别动坡了 别动倒了 正好这个衣服 有点长 把脚一起遮住 省了雨鞋了 这个雨下了 哎 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 雨在了一天 不太好意思 他说非得说让我们吃饭再走 我们也不好意思就直接 骑车车就走了 小孩子呢 早上是给他 把昨天最后一包泡面泡给他吃了 现在是下午都快三点钟了 等一下去秋北县 直接吃饭 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好不好 慢慢吃 慢慢吃 不是你 哈喽 在哪里啊 不是你 在坐 扔了 你听哪里的 你从那边过来有没有看到一个你一个汽车的 他在那里 有点休息 我看到他停车在那里 他在庆车休息是吧 那是我们朋友 我认识人的 他以为你是他 拜拜 拜拜 我的小车 炒的 慢慢炒的 好 拜拜 好 哎呀 终于跟花姐会合了 昨天下大雨两个人跑散了 现在会合了 去前面吃饭吧 去前面吃饭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已经到了秋北县 这里离蒲紫黑风景区还是蛮近的 计划明天去玩一圈 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啊 从南宁出发 骑这个电动摩托车 到现在这个位置差不多有700公里了 700公里我一分钱就没有花哦 因为每次充电我们都是住宾馆 然后宾馆给拉一根线出来 直接充就OK 都是免费的 就为你们 省不省 香不香 老铁门 这才是真正的穷油 将省钱发费到最大极限 很多人都说 电瓶车充电会比较麻烦 其实 麻烦是麻烦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省钱呢 而且你看我们住在这个酒店 晚上下来吃饭的时候 然后给他插上电就OK 到明天早上走 收拾好行李 直接拔了就好了 是不是 就是也不是很麻烦 就是也不是很麻烦